一首定场诗 让不少粉丝泪目 张九南终于站上了专场的舞台 6月3日张九南高九成济南首场相声专场圆满结束 精彩的演出让现场的观众们直呼过瘾 特别是看到张九南高九成穿着刺绣大褂登台表演 不少网友直呼狗子站起来了 要知道德云社的刺绣大褂可不是一般演员能穿的 毕竟要一万多一身呢 除了服装方面 繁长也非常的精彩 两人的吹笛舞剑表演让观众们接连叫好 九南无奇宝剑来 动若飞龙 缓若犹云 又稳健 又潇洒 不得不说南城专场的票真值了 九南专场自然也少不了拿手绝活灌口 看得出来张九南和高九成两人对于首次专场 还是非常的用心 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加入了许多新鲜的包袱 十一年的努力换来如今的花团锦簇 看到专场的圆满举行 相信九南的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吧 张九南能有如今的成绩跟重粉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所有人对于张九南的了解都是台上的疯狗 但实际上九南台上怼的有多狠 台下就有多温柔 特别是看到台上舞剑的九南 一举一动都能看得出来九南的用心 在小剧场演出时 当得知14岁小姑娘自己来听相声 刚刚还在调侃孩子学习不好 立马就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就连下班了给粉丝签名时 还不忘问问孩子家长到了没有 小妹们走了吗 14岁来的 在这呢 她妈呢 久南用行动证明了什么是刀子嘴豆腐心 明明车被贴条了没有一个粉丝管 反过来却用自己的车灯为粉丝打光 让粉丝们一起合照 除此之外张九南还接过一个特殊粉丝 到德云社听相声 因为这位粉丝行动不便 但又特别喜欢张九南 所以张九南就特意将他接到小剧场听相声 还跟其合影鼓励这位粉丝 不得不说喜欢狗子的粉丝真是太幸福了 在张九南的专场上 当张九南讲述到已经来德云社11年了 才开的首次专场 台下观众都自发地送上了掌声 而高九成则是问停演的那段时间 加上没有 看到这两位主动拿那件事情调侃杂卦 也有观众表示 如果没有那件事 去年张九南就能开专场了 也有的认为 好事多磨 去年的张九南是没有现在的成熟的 经历的多了 也就会对生活 舞台等更加珍惜 更有深切的体会和感悟 相信以后的九南也会越来越好 走上更大的舞台